Hello 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们延续上一次的话题 继续跟大家聊聊第五代Honda CR-V的故事 是的 我相信有关注我们栏目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我这个人基本上对新车没有概念 也没有什么兴趣 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主角会选择Honda 5代CR-V呢 好的 其实这台车子真的是 一开始我也是对它没什么兴趣了 但是深入研究之后发现 这个车好多故事可以讲 好有戏啊 所以就引发我的兴趣 我们难得做了一集在介绍车子 而且介绍是一台还没停产的车子 我们节目录制的现在是2022年的年底 这个时候虽然六代的CR-V已经上市了 不过只有在部分地区上市了 大部分的地方还是在卖五代的CR-V 好 那五代CR-V这款车子 它到底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呢 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已经跟各位讲到 它在日本是delay到2018年才上市 等于说在四代CR-V日本停止贩售之后呢 到五代CR-V的上市中间隔了两年多了 之所以会有这两年多的空缺呢 是因为当时日本有一款车叫做Vazel 在海外版叫做HRV 日本本田认为呢 HRV已经可以足够去取代第四代CR-V留下来的空窗啊 不过呢 随着日本SUV不断的发展呢 后来他们也发现 诶 其实五代CR-V呢 或许也可以导入日本的市场来试试看水温啊 所以呢 在两年之后呢 就推出了2018年在日本推出了CR-V啊 而且很好玩的是哦 同一时间呢 欧洲也跟着上市了 换句话说呢 欧洲跟日本呢 是五代CR-V最晚上市的两个地区啊 不过呢 事实上 五代CR-V在日本卖的也真的是不怎么样啊 所以后来呢 这个就ZRV来接手 六代CR-V呢 就没有在日本上市 但是天晓得它会不会在日本上市呢 好 这个是扯远了啊 我们今天呢 继续来跟各位聊聊 五代CR-V它的设计 还有它的机械结构 有什么有趣的学问啊 基本上啊 五代CR-V它的外观呢 类似像Vizel 也就是HRV的玩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你从外观看不太出来 这个车内部有这么大哦 五代CR-V它的外形设计概念叫做 Modern Function and Dynamic 而且呢 要让人家外观上感觉不出来 这是一台三排座的SUV啊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因为我们上集有跟各位讲到 五代CR-V它有个设计思维叫做 WOW 也就是说呢 要让消费者看到这台车子会发出赞叹 WOW 不管是从外观也好 或者打开车门之后再发出一次WOW 所以它希望呢 我们这个车子要低调一点 要半珠吃乎一点 不能让你从外观上面就知道 这是一台三排座的SUV啊 也就是说呢 它在外观上首先在低柱的部分 ABCD的最后一个字啊 低柱的这个部分呢 它故意没有像MPV强调它的冷角 我们都知道MPV为了让你觉得 这个车子好像很大台 好像空间很宽阔 虽然在低柱这边通常都会采用比较垂直 比较直挺挺的路线啊 的线条 但是呢 你注意看哦 五代CRV它的车纹呢 它反正走的是一个类Coupe 可是是逆向收折的一个方式哦 这样子呢 可以分散你的视觉 让你的视觉集中在低柱的下方 而不在低柱的上方 换句话说了 你乍看之下 从CRV五代的侧面 你不会觉得它这一台的后面的头部空间是四四方方的 不会啊 你从视觉上你会觉得啊 低柱是由细变成粗 哎好像低柱蛮粗壮的 可是你不会直觉反映到说哎 那其实头部空间不错 这是它设计上的一个美学了哦 那相对的哦 它的尾灯呢 也是承袭着这个历来的高位的设计 CRV从第一代开始呢 尾灯都是直接飞天的哦 而且呢 这一代的CRV外观 虽然一开始是美国跟日本去做比稿 但是呢 它们的外观不尽相同之余 哎 尾灯大家都采用高位的设计 而且呢 为了要分散视觉 所以它的尾灯呢 采取了飞标式的造型哦 不像啊 像四代的CRV 它采取是一个弧钩的造型 五代呢 改采一个飞标的造型 可以有效的分散 人的视觉点 不要集中在低柱的最上方那边 那形容说 通常一般人打开CRV的车门 哎呦 怎么这个车有三排座 怎么这个车可以坐七个人 有这种哇的这种感觉了 而且呢 他们也强调 如果你尾灯做一个肌肉的线条呢 反而这个飞标的肌肉线条 会让人家觉得这个车子 嗯 这个站得住啊 挺得住 让人家乘坐起来会有种安心的感觉 而且根据这个实际的用户的反应呢 哎 这个尾灯因为有外扩啊 所以你在倒车的时候 要抓距离很好抓 你可以直接从后照镜 就可以抓到车尾的距离在哪里啊 当然相对的 这一代呢 让人家感觉到wow的地方呢 当然不只是这种外观的小设计思维啊 我们在上次也讲过 这一代的CRV呢 是历来最大的CRV啊 所以车身放大了之后呢 前方的视野也变得更好 车的空间也放大 不过呢 就造成新的问题是什么 它的风阻系数不太好下降 因为它的撞风面积比较大了 那五代的外观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 它一开始是由日本跟北美本田 一起做笔稿的设计啊 那它的发想点呢 是CRV存在的意义为何 那我们刚刚就说过啊 这个不管是北美还是日本的尾灯呢 都是承取直条的设计 所以这个设计呢 完全被保留下来了 那北美的提案的外形 我们看到图啊 它比较走力学的美感啊 那日龟的外形呢 比较前卫 但是呢 可以看得出来 日龟的外形 基本上就是HRV的放大版 然后侧面的线条比较夸张 尾灯彩很大幅度的飞标型啊 那最后呢 这外观的稿件呢 是由北美版的胜出了 这个胜出的理由 我觉得也是可以信服了 因为CRV在当时呢 北美市场是最大的外销市场 当然我一直怀疑啊 东风本田可能已经超过北美了 但是我没有看到具体的数据啊 他们就认为说 既然最大的市场在北美呢 那所以必须要透过北美的阳光环境啊 因为北美的日照比较多啊 所以他希望呢 在日照下来看哪一台车 呈现出来的美感是最好的 那后来是北美版胜出啊 但是也保留了一些日龟版的一些设计呢 在后来的亮坦车上面有留下来啊 比方说呢 日龟版的车顶线条比较低一些啊 这主要是我们刚刚讲的 为了要让你看不出来这台车 是一台三排座 七人座的一个设定啊 所以呢 这个调性呢 后来在北美版胜出了之后呢 还是把它给留下来啊 所以后来量产的CRV的车顶的造型呢 比较像当初的日龟的 日本本田设计的初稿这个样子啊 毕竟啊 这一代的外观呢 希望走SUV向来给人觉得那种 恐无有力 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啊 对照起来 上一代 就是四代的CRV呢 反而走的是降低重心的风格啊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五代跟四代的外形 这个设计的理念真的是差很多啊 那么这一代呢 就走了所谓的同一车最大的尺寸的铝圈啊 还有更高的铝铝高 就是为了要增强SUV的味道 并且呢 在外观上加强了所谓的骨骼美啊 在面与面的线条 还有曲面上做得很复杂 讲这样子 各位可能有听没有懂啊 那我们讲个比较具体一点就是什么 它复杂到呢 到时候在量产的部门这边发生了很多问题啊 就在实际的量产工艺上面 产生了相当大的一个挑战 好 这个是外观的部分啊 那至于五代CRV 它内装的部分有怎么样呢 它内装的设计目标呢 跟外观很像啊 就是说我们要做到CRV史上最强的舒适 以及上值的空间啊 概念的名字就是说 Urban Based Beautility Beautiful去衍生出来的Beautility 强调车车车内部空间的开放感 跟安心感的空间以及机能啊 那讲这样子有点抽象 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好了 在机能面来讲 比方说前后门的喇叭呢 都比过往还要再往上面一点来摆放了 这样子音质更好以外呢 门边的置物空间可以加大 加大到甚至连折叠预算都放了下去了 听起来好像很理想嘛 可是就产生一个问题啊 那为什么以前的喇叭 这个扬声器的位置要在这么下面呢 因为这会如果你把扬声器把它提高之后 你门板的刚性会出一些问题啊 所以呢五代CRV在修正门板刚性的 这些对应设计的时候 也花了很多时间了 基本上它的内装跟外观一样 也是由日本本田跟北美本田一起进行比稿 那日本这边还提了两个案子 A案比较强调力学美感以及超级大萤幕 B案比较强调新时代SUV的机能性 那北美案呢 强调是跟外观一样的骨骼美感 最后呢选择的是日本版的A案 就是大萤幕的版本 但是呢排挡座那边呢 也结合日本版的B案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量产的版本的这个样子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呢 这次在开发五代CRV的内装过程当中 他们是边画草图边做小模型 我们一般都是草图画到一个程度之后 才把它开模做模型 可是这一次呢 它算是一个破天荒的一个新尝试 边画边做 这样子做的好处呢 就是说它可以把公差拉得很细 就是在量产之前呢 它可以做到很精细的设计 而且确保量产的时候不会出什么问题 当然相对来成本就相当的高了 那么至于它内装设计另外一个重点 是它的所谓的中央扶手 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这个中央扶手的结构 毕竟我们都知道 历来CRV都是标榜的 还有所谓的这个中央亲子通道 尤其第一代第二代 它是非常标榜这个东西的 那讲好听点是说 它可以让亲子 这个妈妈可以从第一排走到第二排去管教小孩 可是讲白了就是什么 就是你没有中央扶手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到了这一代呢 已经完全取消中央扶手这个思维了 但是各位一定会很好奇 虽然说这一代的CRV 并不是第一代取消中央亲子通道的CRV 不过这一代呢 不断的标榜 它是有三排七人座的空间 那中央亲子通道这种东西 对于这种休旅车来讲 算是一个加分的效果 为什么它不这么做呢 因为它是希望 它不要像MPV这么的靠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它希望这一代的CRV 不只外观上是历来最大 内装的质感也要历来最大 所以它反而是豪华SUV的那种感觉 LSUV的感觉 所以它中央扶手不仅要做 而且要做得非常的巨大 而且使用性要很好 所以为了这个事情 它还做了三段式的中央扶手置物空间 我看一下那个图 这个设计真的是还蛮巧妙了 而且也把自卑架放在 比较相对高的一个地方 让在喝饮料会更加的方便 那么中央扶手的开发 还直接让供应商来参与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先找好供应商了 那么就是供应商跟本田的开发人员 一起在那边脑力激动 这个好这个不好 这个我们要怎么cost down什么的没的 所以三段式置物空间的中央扶手 也是在跟供应商讨论过程当中 一起得到了设计灵感 后来在市场上的反应也是相当的不错 最后在颜色方面 它的车色的概念叫做洗练的动感 并且要在自然的街景当中 见到强力的上直美感 于是它在日规总共有六个颜色 有暗夜蓝 高透红 黑色 这三款是亮色 还有珍珠白 银 以及黑色 这三款典型色 那么它内装色跟内装设计的语言是相通 都是所谓的urban based beautility 但是它内装有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它有核桃木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一代CRV 一个很有趣的学问 各位你看 现在还有什么SUV还有核桃木了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 老实在是宾利那种太贵的那种车子 在同级日系车也好 欧际车也好 基本上你看不太到核桃木 除非是顶级的车型 少数的顶级车型 比方说库嘎的顶级车型 但是CRV不好意思 它是入门的车型只有核桃木了 而且过往的CRV就我印象 除非你要特别加价去另外经销商选配 不然是没有核桃木了 各位会很好奇 为什么这一代CRV里面要配到核桃木呢 而且它这个核桃木很妙 它跟我们一般想象中的日系的核桃木又不太一样 一般的日系核桃木当然都是假的 CRV我看这一代应该也是假的木头 就是这个塑胶转印 但是一般都是做的亮面 油亮油亮 但这一代CRV它做的只是一种略抛光而已 但是也没有掉像J3Ti那样 完全就是消光了 为什么它里面要放木头呢 因为我们讲过 这一代的外形设计所谓的骨骼美感 那内装呢 北美版的内装 北美的采用的草案 对不起 北美的草案的内装也是走骨骼感 但是呢 最后虽然没有采用北美的骨骼感 不过呢 日归日本笔稿胜出的这个稿件呢 也加了一点北美这种骨骼感的这种要素进去 那整体来讲会呈现一种太于冷冽的一种感受 所以后来呢 设计团队就觉得 那我们应该加一点温暖的东西 所以就加了一些桃木来做一些装饰 这个真的是独树一格的设计 不得不说了 在看到一片我们一般SUV都是冷冽啦 这个金属的这种风格 看到这个核桃木 反而不会觉得那么的不搭调啦 我不得不说 这个设计真的是一个画容点睛的地方 它是希望呢 用来对比内装的力学美感 用柔性跟硬性的面板互相衬托啦 那在日归的内装呢 它的面板只有黑色 但它座椅有黑色跟咖啡色两种 那像部分的市场呢 只有黑色内装 比方说像台湾也只有黑色内装 就没有咖啡色内装了 那还有一个可以跟大家补充的一下 就是它的外观 它的外观的塑料件呢 采用比以往更深的黑色 而且他们认为呢 我们不要特别去上色 所以希望是用树脂色出的原色出来 光这一点呢 据说把这个供应商呢 搞的是七分八素啦 据说这个光是样品都打了一百多个 不过最后呢 还是有达到这个本田的效果的要求 因为它希望呈现出来 是跟其他通移车完全不一样的质感 那么日归的版本呢 诚如我们刚刚所讲的 它比海外短了两年才发表上市 其实它是在2017年的9月 日本东西车展呢 就已经有在预定发表车型区当中亮相了 那一直到2018年的6月才在本田的网站 日本本田网站曝光 并且呢 2018年的8月底才发表 那么同一时间呢 汽油版先上市 那么一直到11月1号 油电版才上市 那对于日本CRV来说 不仅是首度出现的油电车型 而且是日归首度出现 气人座的车型 那日归呢 它全车系就已经标配了Honda Sensing 并且呢 我们有讲过 这一代算是历来最大的CRV啦 那么所以呢 它这个比上一代长了7公分 宽3.5公分 轴距多了4公分 那在日本呢 一开始上市的规格 主要是有两款 就是汽油跟这个油电车 并且同时分 EX跟所谓的EX Masterpiece 那么其实它在日本卖的 真的是很贵 以这个最便宜的汽油版 五人座来讲 是323万多日币 最贵的这个Hybrid的EX Masterpiece 是436万日币 如果呢 你再把选配件全部选上去 这个油电的EX Masterpiece 会到500万日币 这个吓死人 而且呢 只有汽油版 有五人座跟七人座两种选择 油电版呢 因为电池的关系 它只有五人座 那也因为啦 这个车子价格是相当的贵 所以它在日本的表现 真的不是很理想 因为它的基本款价格 比起上一代基本款价格 贵了75万日币 那么那边的媒体的一些评价是说 它的内装质感 其实没有到它这个售价这么高档 它是有比上一代高档 但是他们觉得 多花这些钱 好像CP值不是很够 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致命商是什么 这一代的CRV 它的外观 车宽达到1845 1845在日本上来讲 是很难用的 因为日本长期以来 他们都有所谓的中型车跟小型车的规制 也就是说车长4米7 车宽1米7以下 是挂这种五字头的车牌 就挂什么品川500 川崎500 所以它很多道路停车格的设计 都是为了1米7以下的车子去设计的 你说你车子如果拉到1米8 勉勉强停的下去 但是像CRV拉到1米8 1845 1855这种车宽 基本上很难停 所以这个车子 在日本的实用性不是很好 再加上 它的售价真的是很贵 所以它上市以后 对于它的销售目标 就是有一段距离 那么它在2020年的6月中旬 在日本发表了小改版 配备 急剧有稍微有点调整 那么到2022年的8月 日本停产 那后继车就不再用6代的CRV来接手 后继的车叫做ZRV 那至于ZRV是什么呢 对不起小弟我真是不太清楚 因为这是新车了 可是相较起 日本卖的是不是很理想 那在海外 哇这代CRV卖的是很好 欧洲应该也是不大理想 欧洲我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 那这个据我欧洲的车友讲 路上是没有能见度 但是像在北美 像在台湾 像中国大陆 哇这个车都卖的相当的好 海外的版本是最早在2016年的10月 北美底特律车产发表 并且在12月底上市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原先北美在生产CRV有两个基地 一个是俄亥俄州加拿大 那么这一代多了印第安那州的生产基地 而且北美有所谓的1.5T跟2.4 就是上一代这2.4的引擎有沿用下来 那么至于对岸是2017年的7月东风本田发表 有这个1.5T还有油电的车型 后面还有追加Plug-in Hybrid车型 那甚至在2019年的广汽 因为我们刚刚讲CRV在对岸是东风本田做的 另外一个本田的广汽本田则在2019年发表了 双生版的Breeze好影 算是广汽终于有一款可以跟CRV对抗的SUV车型 不过因为小弟我最后是去中国大陆 是2018年的事情 所以我并不太清楚这个Breeze 还有后来5代CRV在那边销售的状况是怎么样 这边没办法跟大家多提 最后我们来跟各位讲讲在台湾这边的状况 5代CRV是在2017年6月在台湾上市 台湾上市只有1.5T单一引擎 并且只有前轮驱动版本 四轮驱动版本跟油电版本是没有上 因为他们成本结构算一下其实划不来 毕竟1.5涡轮增加车型价格就很贵了 入门的VTI91万9VTIS99万9S是113万 当然配备也算是相当不错 比方说18寸铝圈阵列是LED头灯 Honda Sensing HAS BOS EBD ESS T PMS 这些汪不当当通通都有 那么5代CRV的小改款则在8月10号开始接单 9月3号上市 那么保险感铝圈水箱罩中网头灯都有改 并且把Honda Sensing改成全车系标配 那么这个时候的价格也稍微略为上涨 入门的VTI涨到96万9VTIS103万9S变成113万9 但是配备有做了一些新增 这边细节我们就不跟大家一个一个念出来 基本上5代CRV在台湾一开始上市的时候 我就有去展示间去试过车了 我觉得它这个1.5T的涡轮引擎还真的蛮饱 而且涡轮磁质不是很明显 不像那个KUGA KUGA的1.5T那个涡轮磁质很明显 可是CRV这颗1.5涡轮调的还不错 不过让我比较不可思议是 这个CRV5代这个车的隔音真的是有够令人印象深刻了 基本上在高速公路开到时速100 后座跟前座基本上是讲不到话了 你要喊的 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同一车像X-ray像RAV4都还没那么夸张 不过不得不说它的加速反应真的是还蛮明显的 所以当时我在试这个车我的感觉是 CRV5代这个车个性很明显 然后优缺点也很明显 你可以马上感受到这个车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 不过像RAV4 RAV4同一时期推出来RAV4会让你觉得 这个车也没什么缺点 但是好像也没什么优点 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 5代CRV开起来真的是蛮有劲的 但是它的隔音真的是让人家蛮头痛就是了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跟大家先聊5代CRV聊到这里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对5代CRV这个车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呢 其实坦白说 真的是我少数新车我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的车子 因为这个车真的设计起来 例例外都很有学问 所以我才会想要做节目 来跟各位好好聊聊5代CRV它的设计 还有例例外的学问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 我是Celsior 我们下午再聊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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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